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鈔機財富噴射機 那今天這個盤的一開盤 大家可能絕望了 很多人覺得這個地方呢 臺北股市要大幅度的回檔對不對 但在此同時 我在跟家族成員講的 訊息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我說這一兩天 殺的很快 會影響盤面多頭的信心 造成就算產業趨勢 人是向上的股票 也會出現獲利調節 其實主要這一段就是漲太快而已 造成技術面修正管理的現象 目前AI的基本面沒有問題 那台積電我也講了 應該就是落在月線附近 那900到925附近 已經進入所謂的止跌區間 所以只要大型的穩定 小型股追價意願就會回頭 時間點預估落在明後天 這當時大盤跌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的 因為 揮答股東會 黃仁勳會再度帶動一些AI題材 有利台股 直穩反攻 整體而言 目前屬於多頭的環漲集碟 多頭格局沒有改變 所以早盤在很恐慌的時候 我一大早就跟各位講 這個現象不會持續太久 對不對 我說最慢 應該就是明後天了 但今天他所展現出來的韌性 比我預期的還要強 你看今天一度跌快300點 最後是翻紅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現階段這一波的回跌 修正告一個段落 所以我講的後面中小型個股 他會很快跟上 因為這一波的跌 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要去判斷 他是不是結構性的改變 這一段在跌什麼 跌回答三天跌了13% 那回答為什麼會跌 回答因為黃仁勳賣股票 大家開始有點恐慌 哇是不是黃仁勳不看好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回答黃仁勳賣了72萬股 他後面還有530萬股 明年三月份之前要賣 那又怎麼樣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因為他的年薪 400萬美元 以一家市值 前三名的公司來看的話 400美元多還是少 我個人認為超級少 那怎麼辦呢 賣股票嘛換現金嘛 對不對 他搞不好繳的稅 都幾百萬美金了 所以他賣股票我覺得合理 現在你要看的是他手上 還有多少的回答 加上他一些信託的 然後跟其他公司合夥持股回答的 我加一加大概7.8億股 7.8億股你不看 你去看那個530幾萬股還要賣 這個比例啊完全 不合邏輯啊 他還持有大量的回答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他還是看好未來回答的一個成長 對不對 你要這樣子去做一個思考啊 這樣思考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 短線回答跌跌的原因 是因為他賣股票 那會不會跌那會不會一路跌下去 不會嗎 因為他還是持有大量的回答股票 所以這個因素告一個段落之後呢 再加上禮拜是他開股東會 如果股價都沒跌開股東會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利多刺激 就算有好的利多 大家也不會買單 正因為他現在股價跌了13% 所以他只要在股東會上面 放一些利多消息出來 看好什麼產業看好什麼族群 那我跟各位講市場就會買單 所以股價就會很快拉起來 所以盤跌到這裡 我不是現在買後炮 所有家族成員9點一開盤附近 我就跟各位講了 不會跌太深 為什麼 我觀察到的是台積電 台積電再跌 我講的止跌區間在多少 900到925附近嗎 所以今天最低是923 所以他到900到925附近 這邊已經進入什麼 進入所謂的止跌區間了嗎 對不對 再下來是季線 會有強力支撐 會有強力支撐 所以這個盤 我講的他只是 漲多的技術面的修正 跌越快 你應該感到越開心 所以早上 很多人想要殺股票的時候 包括我很多的家族成員 打電話來問 老師股票是要賣一趟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沒什麼好賣的 因為你賣在今天低點 你後面過幾天再回頭看看 你搞不好會很後悔 對不對 因為你忍耐幾天 那可能又差幾百萬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沒有任何動作 大盤穩定 我就要看大盤穩 大盤穩 後面就會上 後面上我們就會賺到錢 所以整個盤 我跟各位講解完了 看法沒有改變 整個AI 還是在持續的改變金融市場 你現在看到的數字 我跟各位講 未來會有更高點讓我們可以期待 現在我們不斷的在改變歷史當中 所以對於有一些個股的拉回 我跟各位講 都要站在買方 你看鴻海 鴻海今天是不是撤到月線就上來了 對吧 鴻海率先直穩 先不要想說他這邊會一路上去 至少他先直穩 你後面你要震盪拉在這個區間 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今天很關鍵 你打到月線 穩住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鴻海後面的走勢還沒完 2382的廣達 今天你可以看到 打到月線直穩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你縱使明後天出現震盪 可是你月線有手的情況之下 多頭就會有信心 所以這些大型股在穩定的情況之下 我跟各位講 這個盤完全還沒結束 而且在整個修正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到 還是有一些大型股 他偷偷的在創新高 你看他國巨 國巨今天有沒有新高價 772 對不對 雖然今天沒有大漲特漲 但今天有新高價 然後呢2308的台達電 台達電今天高到多少 391.5 台達電也創高 這都是什麼 都是大型的 AI概念股 有沒有注意到 股本259億 也就等於說現階段盤算休息 可是呢 盤面資金還是持續在輪 所以當時我跟各位講 台達電未來 未來怎麼樣 這個電源供應器需求一定會上來 那我們沒有買他 但是我當時我跟各位講 要注意什麼 焊權 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是噴一段 那當然這邊不用再追了 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當這些大型股在供的時候 未來一定會帶動這種中小型個股 會走 會走高 懂我意思嗎 那接下來你說鴻海 2382的廣達 他們期待是什麼 絕對是GB200嗎 包括我跟各位講的2356的音業達 這個未來GB200 也會做發酵 所以今天音業達留了很長的下影線 對不對 這裡隨時會往上 為什麼 因為GB200 是接下來大家高度期待的 那講到GB200 我講了散熱的需求一定會出來 對不對 那896的高麗 最近在做整理 但今天高麗的股價呢 最後也是翻紅 有沒有 這都還有機會再上 因為 除了廣達鴻海之外 能夠拿到GB200 25%份額的 是誰 是美超維 美超維接下來呢 在散熱零件的部分 他會跟高麗來拿 對吧 那伺服器滑軌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窗戶 也開始墊高了 那我跟各位講的6584的 南郡國際 今天有開D 但尾巴還是勾起來 留了很長的下影線 然後你看一下外資 昨天成交 2000多張而已 外資買了多少 外資就買了大概快800多張 對不對 外資買800多 所以這裡還是會有機會 懂我意思嗎 他還是會有機會 對不對 是氣氛的問題 你當大盤穩定 又回到這種AI控盤的時候呢 這一些概念股 跟AI伺服器有關的 他遲早要上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散熱裡面的水冷還有誰 我跟各位講的3483的力智 力智今天也留下影線 目前整體上看起來 你會發現就是說 雖然這兩天是回的 但至少月先是首穩的 所以他還有機會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再過高那就不是234的問題 對不對 再過高上去的話 那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看的更高了 因為這邊 算是籌碼先沉澱一下 因為你讓這一段 買很低的 他可能想下車嗎 對不對 我們160跟各位講的 那一路上來到234 各位 這已經漲了快多少 快100塊錢價差了 會不會有人想要先跑一趟 會有 那我講你就讓他先走 因為我們擋不住 你讓他先走 先賣一賣 賣一賣之後 如果股價再上去呢 我跟你講 有一天他又再追回來 通常是這樣子 看好的股票 但有一天 他突然突破 你賣掉的時候 後面整體的一個量價 是非常奇的情況之下 又要開始攻的時候 我跟你講自然賣掉了 會劈啪把他追回來 這是很常 做手會出現的一貫 一貫手法 所以這邊 關鍵資深都有守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我講了 他的隨人板 你只要他7月8月之間 通過認證的話 後面就放量了 放量剛好趕到什麼 趕到9月份 GB200要開始出 所以一出的情況之下 這個有沒有商機 有沒有題材 隨人如果商機是第三季爆發的話 那我講了 這種股票 當整個趨勢往上的時候呢 他一定不會寂寞 否則這兩天我請問你 整個主力做手在拉什麼 對不對 很急 這種股票連續拉兩天 200多塊錢的個股 連續噴兩天 為什麼敢拉 一定有他原因嗎 那今天拉完之後呢 這兩天休息 但是你會發現這一筆單 誰在戶 這個很重要 有出現這一種的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大戶還沒完全放棄 稍微洗一洗 稍微洗一洗 搞不好後面又噴出去了 對不對 這種大波段的股票 我講的慢慢看 好不好慢慢看 然後呢 我跟各位講的均豪 均豪一樣拉回來 我跟各位講還是這樣買方 我看法沒有改變 因為我講了這一波 你說6月18號這一天我公開節目上跟各位講 有沒有 這還60幾塊喔 那一路公到75塊多 對不對 那後面怎麼看 我講的遇到錢高 這類大量區一定會洗 你就先讓這邊 沒信心的 因為套很久嘛 剛剛上來一定會先賣嘛 整理差不多之後呢 這邊你讓他一旦穩定下來再往上表態 我跟你講這一波 會不會跟一拳一樣 你去看一下過去一拳 在這個整理過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 初期這個階段 我們進進出出兩次 後來有一次我跟各位講 第三次買就放的就好了 當然我們沒有賣在最高點了 對不對 我們在100塊以下全部都出光光了 但至少 這一種低價的股票 為什麼可以衝到100多塊 其實手法都差不多 所以這一次喔 5443的均豪 你注意一下 這邊是上影線 這邊是下影線 多空對決 那是不是跟這個技術分析很像 你看這邊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我跟各位講要做買進 因為上下影線隔天出來的方向 就決定接下來他要往哪裡走 對吧 多空對決嘛 所以是往上的嘛 所以我當時我跟各位講要買 後來就一路上來 所以543均豪這邊也有這樣子的味道 所以這一兩天很關鍵嘛 他要往哪裡表態嘛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產業基本面對他有利 整個COAS現在缺不缺還在缺 台積電還在擴廠 所以才會衍生出來現在呢 面板級的封裝成為現在的鮮學 但今天面板級封裝很多股票拉回來 有威科 8064的東傑 我跟你講這個第一個階段展完之後一定會整理 但是這個題材齁 你會發現最後會跟什麼 跟CPO一樣 就是說現在根本沒有營收貢獻 也是未來會未來會出來的東西而已 但股價都還有機會 只是他現階段第一階段結束了 他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但均豪不一樣 因為均豪呢他不只是面板級封裝 他還有COAS 這個是未來的一個產業趨勢嘛 你看他旗下的 6640的均豪 均豪跟你講一件事情 極丹多到爆炸 多到不能再多 而且他現在迎接什麼 迎接的是15年的黃金期啊 各位 不是10年也不是5年 直接講15年 極丹多到 讓整個公司都瞞不過來了 對不對 所以均豪最大持股是誰 均豪嘛 57% 我跟他講這帳面早就超過十幾倍了 是不是 但他當然也不會賣 為什麼不會賣 這兩年 COAS也好 面板級封裝也好 都會有大量的設備需求 所以這一檔股票怎麼看 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這個價值 一定不只在這個地方而已 這檔股票我跟各位講 你不要看過去的獲利 他是想像的是未來 一到兩年那個設備 入帳的時候 那個金額的大小 你知道嗎 對不對 3131的紅塑 你說有沒有賺很多錢 沒有啊 那已經一千多塊了 因為他 所以其他的設備股 就有那個想像的空間 是不是 包括2467的自勝 自勝墜也慢慢墊高 所以設備來講的話 一樣會是這兩年 非常重要的重點 因為台積電在擴廠 台積電擴廠的情況之下 相關的封測廠 也在擴 對不對 競爭對手三星 美 這個 三星還有什麼 還有英特爾 都想要擴廠 都想要做 所以設備有關的這幾年 我跟各位講 絕對吃香喝辣 所以相關的設備概念股 我講的 在震盪過程裡面 要找到他的發動點 所以這一次我們均豪 錢如還算漂亮 目前都還獲利嘛 對不對 那這邊我有叫出 但是有些人動作比較慢 沒關係 好不好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這個後面來講的話 看長一點 這裡的一個動作 跟緊我的訊息就對了 好不好 均豪拉回來 我跟各位講 讚買方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好再來呢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 我認為它是整個AI 發展裡面 最後一塊拼圖 因為坦白講 這個族群蠻冷的 但是 老大哥 國具已經700多塊了 我記得我在500多塊 一直跟各位講要注意住 對不對 那後面我覺得比較慢 所以有獲利我先出一趟 這邊是沒賺到的 但是你會發現 它已經創高了 500多塊到700多塊 市場討論度不高 只有這一兩天 我看到 有一些人陸陸續續討論 那其實早在國具上來之前 我們鎖定住什麼 整個 我們鎖定住的是 AI裡面 會用到大量的固態電容 我當時我記得 我這個地方就跟各位講了 對不對 上來 出一趟 拉回過程裡面 我跟各位講 要特別注意 還會再漲 最近是不是又開始上來了 昨天創高拉回 今天呢 你看看 在大盤還沒止跌 他一找 這個地方就拉起來 那我講了嘛 他如果會漲的話呢 要注意誰 注意他的 他的什麼 他的媽媽 有沒有 我說子公司獲利大爆發 子公司 是 台慶科 持有多少 持有 2.5萬張 58塊 你算一算 這個 目前如果台慶科哪一天 真的要賣的時候 把預防賣一賣的時候 你知道帳面獲利多少 以目前價格來看 至少超過 兩個股本 當然現階段他不會賣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他們要一起合工 AI伺服器要用到的固態電容 包括台慶科他自己本身 他在電感的部分 對不對 下半年第四季 有一個都 有一個 電感重要的產品 他也要量產 據說伺服器 一個伺服器 要用到6到8顆 這個全球能夠做的廠商也很少 所以這個東西呢 有獨特性有特殊性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其實台慶科 我們很早就掌握到了 這邊有掌握到 有賺一段 這邊我一直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再把它買回來 因為我要評估的是整個市場 對於被動元件的追加的意願 那我最近我觀察就是說 至少國劇創高了 被動元件第三季會很好 所以時間點應該也差不多 所以這樣衡量的情況之下 再把它接回來 你看今天的台慶科 早上一開始 又殺他殺下來 大盤不好 但最後你看看 他還是收平盤 所以K線形態看起來呢 留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這邊還沒結束 因為你從周K線來看的話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底 然後景線位置 大概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有很多的上影線 所以這邊是大景線位置 他現在已經攻到大景線的位置區 所以這裡一旦突破的情況之下 後續來講的話 這個底打的很漂亮 超大的圓弧底有沒有 這一旦突破的情況之下 你說有沒有機會往這個地方去走 他有這個條件 為什麼 因為他光持有育邦 就已經怎麼樣 賬面獲利就已經20幾塊了 25塊吧 2.5個股本 再加上現在市場傳出來育邦 很多人認為173不是滿足點 很多人都看這個以上 所以如果育邦後面搭配整個被動元件 再燒起來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最穩的 最安全的 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台慶科 所以我們再把它接回來 你慢慢看 這些股票都還沒漲之前 我都跟各位講 這就是我的作風 我希望各位 後面真的拉起來的時候 你是有錢可以賺的 就像我當時我跟各位講的穆德 有沒有 穆德300塊跟各位講了好幾天 很多人也不相信 後面劈啪一下漲到485 最近拉回來對不對 我個人認為進入到7月份就要注意了 7月份四面檢測過關的情況之下 小心啊 會不會再噴一段 7月份我跟你講很精彩 因為大盤現階段6月底先回了 先回就有機會再漲 那這個再漲呢 不見得是大型的權值股 他可能是輪到一些中央型個股 現在大型股你先直穩就好了 那很多中央型個股的最佳意願呢 就會一路延伸下去 我跟各位講這個盤到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都是樂觀都是安全的 好的股票拉回就是權力做多 所以7月份各位跟著我 我來陪著你 當你的護衛 當你的保鏢 槍林彈雨 這幾天你感覺到了 但是你看我跟各位講的東西 對不對 我一樣正面迎戰 正面對決 甚至呢我擋在你前面 準備好迎檔 我跟各位講7月份我帶你反攻 7月反攻領頭羊 我們就看這一檔 跟著我一起來 這哪一檔你不用猜 今天開放後台全線讓大家詢問 我只限60秒 60秒之內掃描 來發問的或者是打掉進來 要問的各位這檔股票 我帶著你上車 我們休息一下帶回來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這幾天在整個IP股的部分 這個有些個股也出現拉回 但是目前看起來 難道還有機會 像資源 因為沒要除息 所以有些人氣息賣壓 這天發生因為盤不好 但今天來講的話也都穩住了 那接下來來講的話呢 整個IP股的部分 像今天M31股價也大漲特漲 所以裡面你要看的是說 未來會跨入到AI 第三季會很好的個股 就不用怎麼樣 不用太過擔心 這個盤並沒有完全的結束 你看到今天台積電 也跟你講 紅K棒指紋 對不對 那你說重視 這個這邊再跌好不好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邊的 支撐還蠻強勁的 所以這個隨時會勾起來 台積電這裡拉回來 是給你買的 不是要讓你賣的 懂我意思嗎 第三季台積電 在整個先進製程的部分 他還要再漲價 包括COAS的部分也要漲價 所以第三季的毛利 我跟各位講 會跌破市場眼鏡 基於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上1000塊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 市場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7月份來講的話 很多好的股票 還有機會再攻 那我個人認為這兩天 我們在6月底 就做好佈局 好不好 7月份 這一檔要反攻的領頭羊 我帶你來做佈局 這一段期間的槍林彈雨 我跟各位講 不用怕有我在 對不對 節目上我該講的我都講了 很多股票你很恐慌的時候 我說你來找我 我們看的是 股票賣掉那個時候 賬面的那個獲利的感覺 這個過程裡面 難免 沒有天天過年 我也希望每天股票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 對不對 但這一種 這一種情況 機率比較小 我們希望一檔股票 只有一段時間之後 當賣掉的那一刻 我們可以開開信心 這過程難免會起起伏伏 大部分股票都是如此 對不對 那你需要一個人 在股票不好的時候 告訴你明確的方向 堅定的立場 我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跟著我來 七月份這一檔 反攻領頭羊 跟著我上車 今天開放60秒的時間 你可以在裡面問 也可以打掉進來 這檔標的 七月份我要帶你大賺特賺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 翻新至個別有價證券 回覆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展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先慎評估 並視乎投資風險